這個已經是突破 另外一種格局和境界了 我們三位同學 經由雙子跟天蠍 有一位上班 雙子 你們覺得是誰 雙子 好了 我扛 雙子在這裡 我不要 誰要這麼拿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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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面都好輕鬆喔 你不可以給我嗎 還好 我一開始就講 我賤 我賤 我嘴賤 變媽 原諒我 還有雙子的朋友 原諒我 對啦 這個只是運好不好 大家不要崩潰 對 並不是說什麼 你的個性怎麼了 我覺得啦 尤其今年下半年 2023的下半年 非常非常的特別 那是一個 我們要步向 新時代之前的一個關卡 最後半年 所以在這半年 你會發現 我們已經在展開的 MeToo運動啦 很多人出來控訴 心理的黑暗跟秘密啦 我覺得都是一個 清倉的過程 所以2023的下半就是一個 新能量場跟其他年 都不太一樣 我們不能夠很平常的 度過這個半年 我們要面對很多 很底層的東西 那我覺得對雙子來說 也是如此 因為雙子這個星座 本身他滿活在自己世界裡 然後他也滿正能量的 他也滿用他的能力 跟力氣把周遭的環境 弄成他要的狀況 所以這些都是安慰嗎 沒有 不是 我要說的是 遇到了這麼特別的年 雙子們被按下了暫停鍵 當他不能為所欲為的時候 不能去爬山了 他很可能就要面對很多的現實 那我們也加上木星下半年 是走過了雙子的十二宮 這個木星又是在他的 跟錢財有關的金牛座 所以你知道很多雙子就 忽然有一種被按下暫停鍵 然後就開始去思考 好像事情跟他想的不一樣 他要開始面對很多現實 然後他也會 平常沒有那種金錢焦慮 因為平常他貴人很多 生活也還滿 就是他也不是說什麼 慾望很多強的人 所以他覺得生活都很好 可是現在他居然有了危機意識 他居然有了錢很難賺的感覺 那至於金牛跟天蠍呢 就是平 沒關係 都可以講 要啦 有觀眾想要 我口嘴吐不住象牙嗎 觀眾想要知道 就我們讓星座的觀眾朋友們 大家知道一下 好 那金牛座的同學 你們是有貴人的 你們是有貴人 所以講到財運 有貴人以外 你們也能過著自己想過的生活 所以他跟財運 其實沒有什麼太大的關係 比如說這個金牛想賺錢 就有機會賺錢 因為這是他想要的 但如果這個金牛想要過平淡的生活 那他就有機會過平淡的生活 很想事 就滿心想事實的 他的好在 貴人不是財運 財運 財運你要自己負責 對 好 那至於天蠍座呢 我們的木星走到了七公 這個是好大好大壞 七公 七公 是跟婚姻啊 人際關係有關 比如說 好事好在 你會認識有錢人 他們可能會把資金給你 但是你要聽話 所以對於天蠍座來說 你要賺錢嗎 那你要聽話 你不想聽話 你就賺不到錢 譬如說像我 我習慣一個人做事情 然後這就是我賺錢的方式 可是如果我要跟別人合作 哇 可能50%的股份是他的 那以後的很多利害關係 他如果做不好 我也要蓋瓜承受 我能不能承擔這個風險 所以每一個要走合作運的人 就有很多要思考 明白 那就看你的人際關係如何了 謝謝老師的 好 射手同學 你在第三名 我剛剛覺得 少偉的案例 非常非常的射手 射手最近一定遇到一堆狗皮到罩 因為冥王星要逆回去的 這個地方就是你們的財博宮 所以你們要破除 你們自己原本以為的 值得修不值得修 該花這個錢嗎 不該花這個錢 我要說的是你先花錢 所以看起來好像破財 但是其實你是在 往一個對的方向 那這個是 為什麼我還是看好 雖然射手座要花錢去做一些 補強的動作 或者是有一些射手 你要照顧自己的身體健康 你現在可能有身體的問題 真的 比如說弄牙齒 雷射皮膚 誰知道呢 你的身材工具是什麼 是說話 你就好好照顧你的身體 健康啊 牙齒骨骼啊 那或者是 在這個部分會花了一些錢 可是這是在 強化你的身材的能力跟工具 然後以及可能 為了工作的需要 要添購一些設備 但是你的工作運 卻是非常好的 這會 對 因為木星來到了你們的工作 工作 除了照顧身體健康 這個部分很花錢 但是你的進帳也會因此而不少 工作量會比較大 所以該修的就去修 對 對 減少你的麻煩 連大樓的水塔漏水 我都修了 我家的是不是不修修好 可能要是 你很快就變主委了 這個射手桌真的很偏差的 對 好奇怪喔 太奇怪了 你修整弄修 趕快修 所以我個人覺得這一波的射手 雖然他賺得算是辛苦錢 可是他的財運是源源不絕的 漂亮喔 跟你的水一樣 只要把他自己校正好 不要太偏差就好了 該修的就是要修 射手桌的朋友 沒錯沒錯 對喔 牡羊遊上吧 扛了啦 扛了啦 HOP2 來陪我啦 牡羊星座 我給他 怎麼可能 沒有沒有 我一定要講一下 大家會認為 我在這邊給的財運叫做 明天可能就會拿到一包大紅包 或天上掉一筆錢下來 你會發現我都有前提的 我是看好這些人的未來 比如說射手桌把自己修好 然後把壞掉的東西都搞一搞 他就開始有財運了 因為他能夠好好工作了 那牡羊星座也一樣 也一樣 所以我認為這是一個關鍵時刻 對牡羊星座的人來說 比如說子晴的過去 可能你的生涯二三十年 你都是這樣過來的 永遠被面子束縛著 永遠覺得錢喊出去就對了 但是我個人覺得已經到頭了 因為牡羊開始肉痛了 牡羊開始有一點覺得自己理財的觀念 好像不太對勁 然後開始把錢當錢 開始有被那種限制 花費 所以很多牡羊座可能就是在這個當口 開始被不斷地提醒這些事情 所以即便是那種花錢的事 比如說子晴剛剛講的 他那個亂花錢的事情 那也是一種懺悔 或者是從現在開始 我不要再做這樣的事情的一個開始 那你可以想像 當牡羊願意這樣子好好的面對錢這件事 錢就開始對他好了 所以開始理財 你以前不理財 財不理你 那我覺得這是牡羊座 財運好起來的一個開始 來來來 不要譴責天秤好不好 因為天秤真的運動 你也好可以 我就知道 我就知道 但是呢 可能各位可以回過頭來 了解一下占星師世界裡面的好和不好 好不好 就像好要改變自己 那這個不好呢 是因為他們現在真的在花很大的錢 天秤是在花大錢 沒有錯 真的耶 因為他的那個木星來到了大錢的工位 所以花也是花大錢 但是各位 真的嗎 是的 但是大錢不是我們以為的 就是靠著自己能力去賺的 除非你種樂透 就是像樂透那樣的大錢 所以要一般的人 一般的天秤要賺大錢 你就是要去做生意 所以有一些天秤可能正在轉型的期間 那或者是有人要投資你 但是你要為他這一筆投資負責任 所以天秤也不覺得自己賺到大錢 天秤會覺得自己正在為一筆大錢扛責任 然後還有 他木星走進來的也是跟生死存亡有關的工位 所以Vancen會有這種死亡的恐懼 死亡的恐懼包括家人給你的 貓咪給你的 讓你很擔憂很害怕 亦或是你如果要急救一個人或一隻貓 你就是得花大錢 你要急救什麼 你想要挽回什麼 你就是得花一筆錢 所以很多天秤正在這樣的一個行運當中 我最近在弄工作室 你看 對 我花了好多錢弄工作室 而且他那個學費也是算好的 對啊 投資未來 沒錯 你只有欺騙我們的感情是不好的 對 這個就是對自己的投資 天秤如果把錢花對自己的投資 雖然手邊現金變少 可是以長期效應來看 天秤正在走上坡 雙魚 雙魚 我有一點難 真的喔 我覺得有一點難 老師我今天已經哭過剛剛 被老師騙了眼淚 但是我覺得雙魚有賺錢 但是也有 就是左手進右手出 所以到底是應該算這個還是算那個 我給你這個好了 我就知道 其實應該這麼說 我其實覺得雙魚的運正在越來越好當中 因為土星的到來 雖然是給了雙魚做壓力 可是這個壓力卻在幫雙魚塑形 雙魚以前可能有不定型的問題 不知道該把你歸到哪一類 不知道應該要怎麼看待你 可是最近有一種抓到方向了 有一種越來越有分量了 然後有一種方向感 越來越明確的感覺 這對雙魚來說是一件好事 然後木星走到了山宮也是一件好事 因為多了很多的可能性 對雙魚來說 他也覺得好像從魚缸游到大海 他很快樂 很開心 好 但是游到大海 就有游到大海要付出的代價 某種程度都是好事 但是他就是比較花錢 巨穴 真的在紅榜Top1嗎 還是沒上網 我的確會給 再上回來了 沒問題 怎麼說 有你喔 其實我覺得他們的財運 有提升的原因是因為 他們認識了很多的貴人 巨蟹的同學 太陽或上升 你們現在就有一點點像是 去年就開始不斷不斷地 想提升自己的格局 想提升自己的眼界 然後你可能也 也在做這樣的努力 比如說有的人可能就開始 進到大公司 或一路上都感覺到貴人的提息 然後或類似 你很願意參與一些社團活動 多靠近某一個圈子的人 然後你也能在這些圈子裡面 遇到貴人 那我覺得這些貴人呢 就有可能會帶著你 就是開你的眼界 對金錢的眼界 比如說他可能是上班族 可是現在變成老闆 老闆 所謂的老闆的格局 他覺得他要去學習 他要去嘗試 然後以及當你格局打開了 你很自然就貴氣起來了 我覺得 對 所以巨蟹是有所謂的貴氣 對 那也隨著你所接觸的圈子不同 眼界不同 你做生意的眼光啦 方式啊 你對錢的需求 對 都已經跳出一個壽星階層的規格了 對 所以你會看得更遠 你會 那個慾望會打開 然後也有機會 人家幫助你把這個慾望撐起 萱萱 你的貴人就是你的公公 你會因公公而貴 對啦 可希妳在看什麼 我在看今年最新的穿搭趨勢啊 這什麼APP啊 這麼多影片可以看 你居然不知道 女人我最大的APP 推出最新功能 幫你們精選最實用的短影片 不管是時尚趨勢 娛樂生活 甚至連星座分析影片 都可以在裡面看到喔 哇 那我趕快下載 來這個這個 好這個嗎 對 女人我最大的 OKOKOK 漂亮喔